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练习 综合练习再把它换成 用Test函数来解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我是建议你在做这个练习之前 可以把综合练习的这个工作表先复制一个 复制的话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移动或复制 不过我建议比较快的方法是 你滑鼠拖拉按住这个工作表 到它的左边 然后呢这个时候请你按下Ctrl键 按住不要放 然后把左键放开 再把Ctrl键放开 你会发现就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那这个就是等于快速复制 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把 这一个公式 我不要用REPT加LEN 我要把它改成用Test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呢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ANDREPT 后面这一串 把它delete掉 留下什么呢 0911一个简号就可以了 那后面的话呢 我希望改成用Test来做 那首先的话稍微解释一下Test函数 它到底能够帮我们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那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以这两个储存格把它选起来 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储存格格式 那格式部分的话呢预设你会发现是通用 可是如果我制定一下 我如果希望三码的话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制定的地方在类型 这个下方哦 它可以改成三个零 123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在格式里面 改制定三个零 按确定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它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三码 而且不足三码自动补零 那刚好其实就是我们要的嘛 可是呢 你想说那如果我现在去串接它的话 看到哦 084 所以你这边把它end 084 打个勾 诶? 这边明明看到084啊 那为什么得到的结果是84 诶?不对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按滑鼠右键 这个格式 意思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到的 不等于实际上看到的 那也就是说哦 如果我今天哦 假如说我可以把什么 我看到的 就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实际上的这个 084的文字的话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做哦 才能够把原来的格式 就是类型里面的这个东西哦 把它实际上转换之后就变成真正的084的文字 那这里的话呢 当然哦 以后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哦 比如说你看到的资料 奇怪怎么切割都切割不到 它看到的跟实际上不一样的话 那你如果 需要去切割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有个函数 叫做TXT 这个TXT的话呢 实际上哦 它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帮你把你看到的这个格式资料 有没有 真正就转换成你要的084的一个文字 所以要怎么做哦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知道说 它的制定里面有一个格式化的语言 就是三个0 那这个三个0你可能要记一下 因为将来如果我要真的转换的话 那我需要怎么 我直接在这边做好了 你可以在这个end的后面呢 插入一个函数用文字里面的Test 那它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的话 就是我的原始资料在哪里 在这里 其实过来就84嘛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真正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084 就是三码的话 那其实跟各位讲哦 刚刚我们是在制定格式 制定里面 输入三个0 那一样 你就把那三个0 那个叫Format Test 也就是说 你把那个Format Test填到这边 那记得 如果你看到那个参数 它的 关键字里面有Test的话 那记得啦 前后就加双以后就对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那个 参数里面 你只要记得 这个规则 我建议你可以稍微 就是说 只要有Test 理论上你要有一个敏锐度 它就是一定要文字 所以如果你给它 不是文字的话 那会出错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 应该理论上是这样三个0 可是如果假设 你忘了给那个 前后双引号 那你按确定 得到的答案也不对 所以记得喔 Test前后一定要加上双以后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我们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它就直接把084 就帮你放到这边来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刚刚REPT 还要加上LEN 还要用3去减 哇 绕了一大圈 那你会发现 如果用Test来做 简单太多了吧 OK 基本上少掉好几个步骤啦 OK 所以如果以比较来看 当然用Test好啊 OK 所以前提是 你要知道 有这个函数 而且也知道 该怎么去使用它 那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那后面一样 莫码部分的话 我们一样 and- 所以一直到后面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个公式的尾巴 然后把G4 改成H4 打个勾 这样的话向下填满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啦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利用那个Test函数 这个Test函数 其实相当重要 而且相当好用 那像我刚刚有介绍一本参考用书 里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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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 一个叫 Excel函数 468招 里面其实光 Excel函数 就有蛮多的范例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Test函数 先试着做做看 那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另外有一个练习的题目 延伸练习题 就是 针对那个生日部分 那因为你们 因为我刚刚早上有问过 同学好像大部分 电脑的版本都是英文版 那英文版里面 就不会有民国年 因为这个民国年 主要是繁体中文才有的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 你就没办法去加装 因为这个是跟环境有关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犀利 跟各位一样 我把它改成标准的 那假设啦 你们看到生日部分 长这样 那如果说我有个需求 我希望帮我统计一下 到底这个会员 那会员有几个 Ctrl向下 移到最下 有100个 因为编号到100 那这这么多会员里面 我想知道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就是说呢 到底我的会员里面 哪一个年级生的人最多 那你台湾习惯就是 你是几年级生 你是几年次 所以一般是会先把它转成 这个几年次 然后五年级生 那就五开头 50到59吧 那六年级生 60到69 那如果我想知道一个讯息 到底会员里面 哪一个族群是最多的 OK 占比最多的 应该是数量最多的 请你帮我列一个枝条图吧 我最好是画个图最方便了 那就一目了 可是要怎么去做统计分析 所以等一下会做一个补充 讲一下有关枢纽分析图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练习题 改成用test来完成 OK 那这个参考的公式 在讲义里面的 第八页的地方 可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画面就暂时停止分享 请各位先试一下 好 请各位先试一下